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西华天老师 这次课程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注册变量 那什么叫注册变量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任务的执行结果注册到一个变量上 之后呢,用debug呢,进行输出 那或者说,让其他任务呢,进行使用 让其他的任务或者其他模块进行使用这个变量的值 那这个什么作用呢 我们往往会去判断,就是有一些任务呢 需要什么,有依赖性的 比如说我们启动服务,那肯定依赖于这个包 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 或者这个配置文件是不是已经存在啊 这些呢,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些依赖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量注册 得到上一个执行任务的结果 这样的话会判断,下一个呢 任务是不是执行完成了 啊,ok,那么现在就来做这样一个实验 实验啊,注册变量 playbook中是使用什么register的关键字去注册的 来我们看这个playbook啊 playbook,好,这是安装一个bar 安装一个bar,并且打印出这个安装的结果 是安装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对web service进行操作 那远程用户呢,我们可以用root啊 那现在安装ngex准备啊 yam模块去安装,安装ngex 名字ngex,然后状态呢,保证它安装的 好,之后呢,结果register 这个是声明一下 然后把这个任务的结果 注册到这个变量名上 好,之后呢,下一个任务中就可以用了 那下一个任务是干什么 就是打印出来这个result的 打印出来的结果 那怎么去打印 在debug模块是不是就能打印呢 那所以你要用debug模块 之后呢,用直接用bar这个变量 等上install result 这个变量和这个变量是要一致的 是要一致的,OK吧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做这个实验 就来演示 好,先复制这个内容 然后呢,我准备给它编辑成myplaybooklow playbook3,好吧 那vimplayplaybook3.yml 好,按i,然后抗着v 好,那这是我们执行完了 注意,我们的主机的仍然是什么 webasservice这个组,好吧 那这个玩意很显然 之前是已经安装过了 好,我们看看它能反复什么 然后呢,我们还是应该 这个什么 是不是变成3呀 我们变成3就行了 好,那这里我们没有关闭这个什么fans是吧 它就输出了 OK,那现在呢,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安装是不是 一般的话,安装成功之后 或者这都是这种状态呀 但是安装的结果 到底都安装了哪些软件或怎么了 到底啥样的 我们这里都没有输出是吧 那这样你可以用注册变量方式 让使用第八个模块干什么 就这个 print这个task 给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的结果 说什么 这个模块呢 已经安装了 已经安装了 这个包已经安装了 好看 好,那这就是注册变量 注册变量 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用的 比较好使 好吧 那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呢 输出呢 都给它拿过来 滚档更新一下 我们对一台机械操作都行了 没必要是吧 用那么多啊 好 拿过来 就行了 当然这里边 我没有删完是吧 好 那这就是 注册变量了 变量了注册 接着非简单 就是register 这个关键字啊 register这个关键字进行注册啊 进行注册 好 那这次课程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